字幕作词 李宗盛 《小泰瓦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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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你对中国舞的感觉 很长衣、很飘人 想知道什么中国舞先 Central 老套 古牙 我有和諧 多樣花 傳統 很多人在飛來飛去 好像打工夫一樣 很有動感 很女性花 很紅蕩蕩 博大精心 Certain routines Precise movements 非常有美動 中國舞多姿多彩 風格多樣 也有不同的舞蹈型態 也會使用不同的道具 如扇子 鍵 秀等 一切都與中華的文化 有著密切的關係 大家好 我是燕小強 香港演藝學院 中國舞的講師 接下來一連六集 我將同香港舞蹈團的 兩位舞者 李比和Cindy一起 深入前出 從審美的角度 為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的中國舞 在不同的民族 地域 和文化之下 舞蹈都是人類原始的本能之一 在古籍《無私序》就有提到 當言語、碳飾、歌詠 都不足以表達情感的時候 人就會選擇用身體語言 來抒發情感 說起中國沒有想起一件物件 你會想起什麼 西裝 加了幾粒中國式的樓在上面 一個波 因為他們走很多遠 好像咖啡 很傳統 同時又會有新的創作 風扇 水袖 絕對是三粒 中國舞使用的劍 鮮 鮮 鮮 可能是牌 天使 鮮 鮮 嗯 到底中國舞又是些什麼呢 總統來說 是一種能夠代表 中華文化審美觀的舞蹈 當然 舞蹈源於生活 亦都跟文化息息相關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從雅和俗兩個方面 來欣賞中國舞 牙指的是中國古典舞 它是高度提煉 並且有一定程式規範的舞蹈形式 直接用身體的律動 來體現中國的傳統美學思想 和古典精神 我們今天的古典舞 其實是上世紀五十年代 第一批中國舞專家 所創立的一個舞蹈體系 他們是從戲曲 舞蹈舞 在舞蹈、舞蹈、古蹟、雕塑當中 找到大量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 根據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古典精神 加以想像提言 才創造出今天的古典舞 古典舞代表中國的古典精神 所以也包含了很多傳統的文化意象 有實在的生活觀察 也有虛構的藝術想像 舞者以身體模仿出不同的意象 如小舞花、瘋火輪、燕子川林、青龍探照等等 要將這些意象的動作做得唯妙唯消 展現中國古典舞特有的美學思想 舞者不僅要有扎實的中國舞的基礎 也有很強的中華文化的底蘊 俗是中國民族民間舞 起源於生活、流傳於民間 是經過千半年的演化 由民族自行創作與傳承的舞蹈形式 民族民家舞最大的特點是自娛自樂 不同的舞蹈會因應地理、文化、風俗 形成不同的舞姿形態和身體動力 審美觀也有所不同 就好像藏族在高原上面生活 空氣稀薄、身體動作都是向下傾 有例如蒙古族在大草原上面生活 動作就更加熱情奔放 而漢族的不同舞蹈 會因應不同的地域風貌和生活習慣 而形成不同風格的舞蹈形態 中國舞一路發展過來 產生了大量具有鮮明風格 且具有時代性的舞蹈製作 表現的題材涵涵了 才子佳人、日常生活、自然風貌、家國情懷 民間傳說、宗教信仰等多種內容 可謂多姿多彩 另外,中國沒有在香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無論是職業舞團、民間組織 還是校園社會 都出現了不同類型 具有香港獨特風土文情的舞蹈製作 這些都會在接下來的節目裡一一介紹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和大家介紹 中國古典舞 這集我們看守得好 새로운部分 我們 開始